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把雪碧倒入黄瓜片中,味道一绝 相信你一定没试过这样的做法 不过真的是,让人一次就上瘾啊 我第一次见也是觉得很奇葩 不过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直到停不下来 瞬间打脸了,您一定要试试 首先我们用盐呢,把黄瓜皮清洗一下 像这样不停的摩擦,就可以把黄瓜皮清洗得很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遍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用瓜皮器把黄瓜皮削下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黄瓜削凉菜 这道黄瓜小凉菜的制作步骤非常少 做起来呢很简单 做出来之后脆爽可口 开胃下酒,可好吃了 削下来的黄瓜皮不要扔掉 等一下还有用 现在先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来去除黄瓜的头位 关键来了 现在用瓜皮器从黄瓜的一头这里开始削下来 这样薄薄的一层黄瓜片就片下来了 这样削下来的黄瓜片 鼻纸还要薄 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还特别解腻 也不需要什么技巧 这里只要有这个工具都可以做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个干净的容器 卷成S型放在里面 先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一些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喜欢吃辣的就多来些 不喜欢的就少放些 直接放入萝卜片中 接下来开始腌制 加入一小盐 两勺白糖 均匀的撒在上面 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接下来倒入雪壁 哇 这里真的很冲鼻子 大家不要靠太近 不然呛一鼻子 这种风味别说大人 就连孩子也特别喜欢 就这样盖上盖子 腌制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要是天气很热 可以直接放入冰箱里面哦 那样口感更棒 这个时间 我们来削个苹果 有研究表明 苹果皮的抗氧化性非常强 甚至比很多蔬菜水果都要高 它的提取物 对肥胖诱导的胰岛素 耐受性呢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可以辅助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哦 下好的皮和黄瓜皮放在一起 现在锅中烧水 放入黄瓜皮和苹果皮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之后转中小火 再煮十分钟 使双皮中的营养物质 彻底的渗透出来 时间到了 这样就熬煮好了 我们直接倒入杯中就可以 现在可以往里边 加入一勺蜂蜜 清香甜蜜的 可好喝了 天气热 多喝点这样的糖水 可以补充水分和去火 记得每天都给家人喝上两杯 像想减肥的朋友 对我们很有帮助哦 而且还有很强的抗氧化性 我们常喝还可以起到一个 美容养盐的效果哦 天气热就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会儿 口感一级吧 这样喝 比和外面买回来的碳酸饮料 可健康多了 这会儿黄瓜皮也饮好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啦 经营剔透的玻璃罐中 用雪碧腌制好的黄瓜片 色泽饱满 每一口都嘎嘣脆 酸甜去腻 清脆爽口 爽辣开胃 非常的下饭 黄瓜含水分96% 低脂低热量 还含有细纤维素 这种纤维素能够促进肠刀蠕动 帮助体内宿变的排出 营养丰富的黄瓜 有利于清少体内垃圾 利于减肥哦 脆爽的黄瓜 加上双皮汤 用它们来追追追 晒晒太阳 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样的做法 保您满意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